7月15号开始新竹市各级学校正式进入暑假期间 新竹市警察局在暑假期间也特别过化了青春专案勤务 从7月14号开始就前往新竹市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进行查查 这次青春专案勤务前新竹市警察局各分局分别召开了勤钱教育 同时也避免人员聚集等等的问题 进化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 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防治青少年被害 第三个就是希望说能够加强宣导 能够透过这个宣导 让包括青少年能够了解 也能够提醒我们社会企业以及家庭 共同来关心青少年 让我们这一个青少年能够有一个快乐 并且是一个安全健康的一个暑期 暑假期间青少年没有学校课业的约束 心情也比较放松 新竹市警察局在查查的过程当中 也特别针对茶器毒品列为重点 同时也是保护青少年朋友能够免于毒害 这个三四级毒品 尤其新兴毒品 他们很多样化 那为了吸引青少年的物用服用 那他会用各种方式来包装 软糖也好或者说咖啡包 甚至于用种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那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来误使 那并且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误导 就是说这个并不是毒品 它是一种流行 是一种时尚 它三四级毒品 只要这个持有量 它不要超过 或者说这个吸食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行政法 所以说我们就是借这个机会 所以要提醒青少年朋友 毒害是一辈子的 这种感官上的刺激 它只是意思的 在兼顾防疫跟保护青少年的前提下 市警局加强KTV 网咖 撞球场以及电子游异场 针对毒品源头积极查气 并且在暑假期间 举办多场次的休闲活动 鼓励参加友谊身心的活动 一起度过开心的暑假时光 开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